好,現在終於教新東西了 教新東西是比較難的 第二,我們學完之後 如果你不能用的話 其實都會做到相同的效果 只不過是比較繁複一點 現在學生的新東西 可以將東西簡化 以及你的曲子會短一點 和容易明白一點 好,那我們就開始了 現在我們有一個Canvas 上面有五個Image Press 我寫了一些曲子 我先按給你看 我希望我的Image Bright 不斷地向右移動 按按按鈕之後 按按按鈕之後 我會設定速度 然後我希望它們全部撞長之後 會自己移到左邊 繼續走 所以你會看到我寫了一些曲子 原本我們有一個 叫做Edge Wish的按鈕 但這次我用了一個Timer 就是每0.1 要幫我檢查一下 如果那個Image Bright 它的X-Coordinate 是比某個數字大 我便把它設定為0 但你看到我 寫得比較複雜 我就是在Canvas的闊度-100 為甚麼呢 因為這個Position 是指向Image Bright 左上角的位置 所以它左上角 永遠都不會碰到右邊邊 所以我唯有選擇100 好了 看到這些曲子後 你首先要理解一下 其次就是 其實是否覺得我們 不斷地把同一段曲子 重複五次呢 你看到這裡 就複製了五次 這邊也複製了五次 這邊也複製了五次 如果這次只有兩個地方 複製 很簡單 例如我想加多一些新的生物 你只要在這兩個地方 也複製一個Image Bright 但如果你的曲子很複雜 我有幾個地方 也要有這樣的東西 或者其實整個List 很長的 我有十幾二十隻 你這樣複製 就是一個很沒有效率的做法 我們有沒有有效率的做法 是有的 我會用一個List List List 的好處就是 好像一個名單一樣 我把這五隻生物 寫在名單上面 我可以在名單上面 抽一些人出來 又或者我整張名單 一起去做某些事情 這樣也可以 有些抽象 你當它是一個學生名單 這樣吧 有些事前準備功夫 你也要跟著做 如果你想用List的話 第一件事 我要一個Wariable 就是一個List 例如今次的List 一個List 我們在List 製造一個EmptyList 之後 我們要幫助List 加印 我們會在 一開始的時候 加印 我們就可以在List 製造一個List 我們就把 設定List 去到我們 人數 我們這次有五個人 按一下 按一下 5個Item 再按一下 加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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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 有一個 單針的名字 在這裡 放入 加印 加印 5個 再按一下名字 就可以了 再按一下 從此 有了這張名單 之後 我就不需要 跟五個 不同的 生物 說他要做什麼 我只要直接 對這張名單出來 然後跟 他說 名單上 所有的人 都要做這件事 所以我只需要 說一次就夠了 好 先抽這句 現在我呢 我就說 只需要說一次 每一塊都要做 所以我首先 找回一個 forList 用的forLoop 這個forLoop 的意思 代表 現在我會放一張List 這張List 這張List List 每一個Item 我都要做以下的東西 那現在 這裡有五個Item 所以我會做五次的 那譬如我說 我對著Image Spread 1 我現在要做以下的東西 那我怎樣說回現在 我要對著Image Spread 1 去做呢 那我便會用 Any Component 這裡 去到Image Spread 這次我要設定X 所以我要 得到X 然後 這裡就是重點 我現在 原本是說 OK 先抽一塊 這個 但現在我 如果這樣寫的話 我去到Image Spread 1 當然是改做Image Spread 1 但如果我去到Image Spread 1 的話 List 上每一個Item都要做 我做Image Spread 1 我做Image Spread 2 我不會都會指 Image Spread 1 去做 Image Spread 2 我就要設定Image Spread 2 所以我現在用這個 換回 上面 原本Image Spread 1 因為現在我不是指定 只是Image Spread 2 我現在1 2 3 4 5 都有機會 會在這裡出現 然後 下面有一個 現在下面有一個 下方的 之下 的 下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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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我現在就說 我 指著 哪個 即我正在做哪個 就把 下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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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本 在Component裡,取回List的項目 試試是否有效,按 真的能做到我們想做的項目 接著又說另一個項目 如果我們設定做1,2,3,5,實在太滿了 不如加少許變化,因為目標要把五行變成相同的項目 如果我今次用隨機速度 1至5,好像比較好玩 1至20 好,目標達到了 現在五行都一樣 好,我們要決定五行變成一行 跟這邊一樣,我們要用List的項目 首先,我們要用List的項目 放進去 然後,我們要用哪一張List 然後,我們要用的所有項目 都要用AnyComponent 例如,我們在AnyComponent中說的Speed 我們要設定Speed Component在ForLoop裡 然後,我們要用Random1至10 OK,原來錯了 或是不用說Speed 好,這樣就成功了 但你覺得這樣很悶嗎? 我們有多樣要求 如果它可以撞牆後 如果它可以撞牆後 去到這邊的時候 就用一個完全Random的速度 重新Random的速度 就會很開心 所以我們可以把這個東西 複製 複製過來 就是這樣 好,我們又去試一下 重新整理過我們這個東西 好,現在我們在Designer 上 隨便找一個東西 動一動 有了 起步 剛好,重新開圖 越多圖越容易遇到 科目牆後 更像風險自己承擔 我們到剛才的Block 是這樣的 讓我們試一下 按摩 好,然後每一個 每個場合 我們會用一個新的速度 偏向右邊繼續撞牆 for loop就是這樣 再說一次,List 的意思是 如果我有很多東西都要做相同的動作 我可以做一個List 然後我可以跟電腦說 這個List 上所有的東西都要做相同的動作 用List 的方法就是 首先要作一個 empty list 然後你找了一個機會 通常是Screen Enit Listalize 的時候 你把List 進入Item 然後重點就是 當你有個List 的時候 你要去做的時候 就是我要開一個for loop for List 內每一個Item 之後在Loop 內 每一個東西都要用any component 內的東西來做 然後我component 就把這個Item 就可以了 好 好 好